下午好,我是侯佩斯 在印度有强奸犯被携球 然后遭群众活生生打死后 短短一天内 印度在传出有另一名被指调戏的男子 也遭村民打死 根据法新社报道 北部瓦拉纳西 有数名少女在一个宗教活动上 遭多位男子调戏 村民得知后赶来殴打这群男子 其中一名男子被乱棍打死 据了解死者现年50多岁 警方正调查他是否涉及调戏少女 目前已经有三人被捕 你还记得早前在网上疯传的那只粉红猫咪吗 早前多家媒体曾报道 俄罗斯一名女作家兼演员雷琳娜 将字节小猫染上粉红色 并现身派对 几个月后因为小猫不断添毛 导致吸入染剂而中毒死亡 女作家因此遭到网民热烈抨击 不过女作家今日在其推特贴出自称 是小猫长大后的照片 并留言反驳指 人们只相信八卦媒体写的东西 而不愿查明 并表示会提告这些不识报道的网站 虽然从照片中可清楚看到猫咪身上 带有一点粉红染剂的颜色 可是很多网民还是不愿买账 继续抨击女作家 甚至至于这是礼貌换太子的质量 由多个青年党团体号召的 我们抗争吉他拉晚集会 今天下午三点将在吉隆坡市中心 三个地点分别是中央艺术房 赞美清真寺以及伊斯兰党总部集合 游行到国企时和购物广场 早前警方已经宣布这是非法集会 主办单位坚持进行 无论如何警方不会因为游行封路 而要求主办单位让集会者 沿着路边游行 以免阻碍交通 警方也会安排足够的警员维持秩序 除了吉隆坡 在外国的大马人也在世界各地号召集会 包括澳洲、美国、英国、瑞士、中国、上海、台湾、台北 预知更多有关集会的最新进展可继续留守百革时事 感谢你的收看